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且我真的觉得你看起来真的像20出头的小女生 本来就是20出头的小女生 本来就是 大家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百度没有人来问过我 没有人来查过我的身份就随便就写上去了 我觉得很无理 有的时候我还跟别人说 They were arguing with me 我说我是白领 你跟我用网上的一些新闻来跟我争辩 我说好奇怪 到底是你懂我还是我更懂我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不要太那个 我觉得现在这个网络当然好信息很快 但是我觉得你不要让它整个dominate your life 就控制了你的生活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自己一些空间 让我们自己来认识一个人 所以我现在没法交男朋友 一来什么都知道我 他们说找男朋友可以上那个网上去 我说我怎么敢上去 我说我上去谁都知道我 我就说我都不敢 就很不公平 别人什么都知道我 什么都不知道别人 对对对 但是就是做明星 就是这一点的这个不好处 disadvantage 就是你没有任何隐私啊 你觉得这一点会bother你吗 我觉得我住在海边啊 那个地方就是比较私密的地方了 对 就是你也没地方停车 有保安 你找不着我 所以那地方呢 要不然的话 我平时也不好 这么干嘛 就是觉得很方便 我觉得当我准备好了时候 出来可以 对对对 但是当我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我就藏在哪 我觉得你真的自己还是有空间 OK 那所以今天 保养啊 对保养 但是就想说 那既然你说网上说的那些不正确 不正确 我们要不要透露一下 你到底是哪年生的 你要问我多大的话 我就26岁 26岁 26岁 那就是我的answer 那么就是这个就回答你的问题 真的是 我就觉得其实是 你的脑子哈 你的脑子是你整个身体宇宙的一个中 中枢扭章 就它在指挥你 OK 如果说我天天都在发愁 我胖了我老了 你说你的你的你的vibration 就是你的这个整个circulation 就是你身上的宇宙旁边 全是一些着急的一些因素 你天天在着急 天天在不安 你可能觉着睡不好 吃的东西到处 就是它会你的你的循环不正常 就像宇宙循环不正常 现在其实有的时候 当然我不注意也说什么calorie 有多少的热能脂肪什么去看 其实大家忘了一点 我老说可能你也不相信 但是慢慢你琢磨 这是有道理 就是选择健康的思想去思想 真的这个非常重要 我真的不买账 这个心灵鸡汤我真的不买账 你怎么可能讲说你天天就是放开吃 然后不维持身材 就保持一个好的这个心态 你听我讲为什么 我再给你讲一个 不信 你听我讲 你比如说像很多人不吃饭 对不对 你的身体是有自然循环的 是 它要保护你自己 那么我今天吃了 下一顿没有了 你自然进去说 哇下一顿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它会把你吃的节省到存起 变成饥饿状态了 存起来 你的身体 它存起来 因为不知道下一顿 对对对 像我老吃 我的机器永远在消化 对对对 所以我吃什么它习惯了 因为我不能够这么多 在身体 所以它消化 然后我的一个身体的习惯 就是这样 我真的是大家不骗你 我什么都不做 当然我 你不健身吗 不健身 不健身呢 很懒的 不健身 我就SPA 比如说massage jacuzzi 这些我喜欢 是每天做吗 还是一周几次 因为我住那几个多 只要想了就去 所以这个我喜欢 而且你说 我时不时的 我去游泳 但是都很少 就跳跳舞 但是平时我就觉得 你说在国内 谁也有健身 也是在美国 当然现在国内开始健身 平时哪有什么跑步 健身房 开车到健身房去跑步 我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当然每个人的机器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的脑子健康 你相信我 你一定会像 我这样的感觉 没有 我以前高中的时候 我心态 心态特别好 你知道吗 想吃什么吃什么 汉堡啊什么的 胖的跟猪一样 好吗 对呀 你在骗我 所以我绝对不相信 那你饮食上面 有没有什么小提示 你真的什么都吃 我真的什么都吃 巧克力 蛋糕 炸鸡 薯条 每天我都要吃甜食 而且半夜起来 我一定要买饼干 买花生米 半夜起来 我要吃东西 或者水果 我要去翻东西吃的 怎么可能 而且你不相信 而且我觉得我不吃 我这个觉睡不好 我一定要去吃 我真的是觉得 一句话感激 我很感谢我的生命 给了我这个美丽 和年轻的身体和容貌 和永远是这么安逸的 这种生活的状态 真的是 我非常非常感激 我的遇到的每位朋友 我的机遇 和我的每天的这种空气 这种天 我非常感谢时光 感谢天气 所以我永远不会说 Let's put it this way 就是每天都是我的生日 如果每天都是你的生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出生了 那么我的感觉是什么 是一种欣喜 是一种好奇 是一种愿望 是一种 I'm excited 就是这种非常激动 这种心情 每天得到重生了 想去怎么说呢 去了解世界 去开阔世界 去给予世界 去enjoy世界 就是这种感觉的话 就这种可能要消耗精力的 就是You're so excited like a kid 像小孩子一样 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自然的一种循环 如果你老坐在家里 发愁的话 你那些东西到哪消化去 对不对 肯定全部都堆到哪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健康的心态 健康的思想 真的是 哪怕说不能百分之百 像你想象的那样 起码有百分之五十 可以帮你做到 你想要做到 真的 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变成 佛系少女了 就是那种什么都看得很开 叫佛系 现在网络流行一个词语 叫佛系少女 就是什么都看得很开 什么都是随遇而安 就是这样就好 就这样子就好 对 也不是随便 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 什么叫选择健康的思想 比如说负面的词语 OK 在我的生活中 当然现在我说 这是在讲 比如说仇恨 嫉妒 或者说很多黑暗 反正不幸的东西吧 就不好的东西 这些词语在我身上 你看我都想不出来 不存在 就是说这些词语 不存在的话 这些因素在你生活中 永远不存在 哇 真的是 比如说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小孩 一个 比如说一个 刚出生的小孩 一二岁 能走路 他一人在过街 哪怕一个杀人犯走过来 一个车开 他一定要去保护你小孩 就是说 其实是你给予的 就是你接受的 你知道我意思吗 小孩子那么单纯 那么天真 人不会去伤害他 就是用天然的东西 如果你自己那么复杂 那么多底柱 那么多怀疑的话 你比如说我 但是天天怀疑你 我的问题就会不一样 我看你感觉不一样 给你的因素 你说这个人很奇怪 对对对 就是说如果我是心事打开的 I'm looking at you with all love preciation 也就是我都是爱和感激的话 你哪怕不管你喜不喜欢我 你慢慢的会喜欢我 对 就是我就觉得这种情况 而且说白了 我们的世界需要这样的 更多的这种正能量 对 因为我觉得是 现在世界越来越快 而且很多的变化 比如说季节 globe warming all of that 就是天井 需要我们每个人 找到自己的平衡 如果我平衡 你平衡 我们带出来都是平衡 这个世界就会很平衡 很美好 最近在朋友圈里 我们是朋友圈的好友 看到你飞着飞着 飞着这么忙 在忙很多事情 世界各地到处飞 那你最近有什么新的作品 会呈现给大家呢 我刚刚有一部电影 在去年在法国巴黎拍的 在香港参加的 Art Bessel 他选了一部分 去参加一个非常世界 非常非常最大的一个展 博览会吧 对对对 有电影 有艺术 有雕塑 什么就是现代的 这个是对我来说 蛮有生的 他们把我请过去 然后我们在纽约时报 排行第一 然后我的观众 很多都去了 也是一个朋友 有找到我的 跑到香港去 然后当然回家 看了一下家人 然后呢 刚刚又得到了一个 一个offer 很大的一个电影 然后今天早上 来你这之前 也是昨天 无语中 因为我另外一个电影 对了 现在在放叫 And Over 是个喜剧 在洛杉矶放映 我在里面演一个教授 客座教授 教心理学和性学 哇 很适合你 如果不当演员 你肯定就是心理学家了 或者psychologist Totally I'm like a good flirt 就帮人解心结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 因为我好像 一下坐在我都能看透 真的吗 就是好像 你比如说 我看你 我现在就 scan you It's like a paper in front of me I know everything What am I thinking right now I think now You have to slow down a little bit 我就觉得你现在太忙 而且你的 potential还没有到 对 我觉得你要现在静下来以后 去找到你的 potential 因为你现在忙忙忙忙忙 比如说你一直在忙 一直好玩 就像我说的 这五光十色 但是这条路 你还没有走 也许那是你的最棒的 我不知道那是一条什么路 但是我觉得你有钱 所以你有的是这边玩够了 静下来 想一想你到底要做什么 现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浮躁的社会 很难静下来 但是你要静下来 要做到像您这样子 你要走得更远 对 所以今天早上见了一个导演 有一部戏 也是非常非常棒 就是一帮女人的戏 很very special 所以他们来找我 见了一个导演 她很激动 所以是另外一部片子 我觉得你真的是能够 represent 就是女性力量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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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说了这个 我要做自己的电影 对 现在和我的作者写的部 非常非常 关于白玲的电影 不是 不是白玲的 是是一部电影 不是白玲 OK OK 我已经是电影 我已经是电影 不是 不是我自己 也就是我自己来制作的 自己来要导演这部片子 OK 那么也是主演 这是一定是个 groundbreaking and shocking for the world What kind of genre is it? 是什么类型的片子 是一个 the name 我告诉你 the name looking for pink rose looking for pink rose 寻找粉红玫瑰 对 实际上你可以说是action is something vulnerable beautiful and romance sexy 就是讲可以说是一个retarded genius trapped in a situation is brutal OK and how she survive or get out or what happened 就是简单的嘛 但是现在我还不能透露太多 就是一个非常 有一点毛病 有一点傻 但是又非常天才的这么运寻孩子 然后呢 无形中吧 就到了一个很残酷的一个地方 对 或者是一个很难很 不知道怎么解释 就是brutal place 很残酷的 trap 对 然后它怎么样生存 怎么样去寻找它 一个困境吧 残酷的困境 哇 那么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我想一个非常 单纯天然智慧 又非常深刻 又好玩的一个非常性感的电影 哇 好期待哦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很愿意去探班 对 我们可以 因为你也是自编自导自演 是不是 因为还有一部 这个是英文的 还有一部中文的 OK 是喜剧了 好啊 因为我觉得喜剧天才很棒 对 这是喜剧的 所以呢 希望就是再过 一两个月吧 可以再邀请您过来 再讲一下 你最近要制作的一些电影 然后要拍摄一些电影 好不好 今天太精彩了 真的不想让你走 不想end this conversation 但是我们的节目 必须要end 好了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对黄好莱坞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 同一时间再见了 拜拜 谢谢大家 太棒了 太棒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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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